前阵子我和妻子白燕妮去亚龙弯弯,妻子穿着一件纯白比基尼,尽显风雨修长的性感身材,尤其是翘臀细腰,简直迷死人,回头率超高,我躺在沙滩椅上,不知不觉间进入梦乡,等我醒来,却发现燕妮不在身边,而是在不远处的躺椅上, 身边还坐着一个长相英俊,身材高大健美的男人,这个帅哥似乎在搭讪,他的身材很有料,六块腹肌,胳膊快比燕妮的腿粗了,虽然这帅哥很优秀,但燕妮对他不太热情,我起身向妻子走去,帅哥看我过来,也看出了燕妮的态度。 选择礼貌告辞,起身离开,晚上酒店演出,我们又遇到这个像燕妮搭讪的帅哥,他也带着女伴,是一个将头发染成黄色的时尚女孩,紧身牛仔裤,勾出完美的曲线,青春又性感,像极了少女时代的金太炎,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另一对小情侣,也是男的高大威猛,女的青春可爱, 那个帅哥看见燕妮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打了招呼,燕妮却仿佛没看到,呵呵,这么强壮的男人勾引你,你就不动心。 我故意逗妻子说道,一个可满足不了我,除非他们俩一起上。燕妮白了我一眼。 一位深长地说道,我竟无言以对,第二天是我和燕妮期待已久的周杰伦演唱会,但她突然闹肚子,我要留下来陪她,但她却要求我去录下来给她看,无奈之下,我只能同意,在进演唱会场的检票口,两个女孩排在我的后面,其中一头黄发太明显了, 正是昨天看到的那俩女孩,她们的男伴呢,不知道为何,看着那俩男人不在,又想到昨晚妻子的话,我有点莫名的不安,但当时并没有多想,直到进了会场,还是只有她们俩时,我心底深处那抹莫名的焦虑再次袭来。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怎么胡思乱想,就因为昨天下午的搭讪,但燕妮表现冷淡,不像有什么关系的样子,看演唱会的期间,我的心一直都在燕妮身上,很想知道她目前的情况,一结束,我就匆匆赶回了酒店,老婆,好些了吗? 我推开门,看到躺在床上的燕妮,没事了,燕妮没表现出应有的喜悦,反而有些低落,我看到她脸色有些白,用手搭了搭她的额头,老公,燕妮突然眼眶发红的抬头望向我, 啊,如果我出轨了,你会原谅我吗?燕妮问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发现了她的不正常,坐到床边柔声说道,不管做错什么,你只要告诉我就行了,我们一起扛。 老公,我对不起你,妻子低头捂着脸哭了起来,我有些不知所措起来,脑海里又浮起了跟她搭讪的那个男人面孔,眼前的情况印证了我的担心, 因为燕妮的脖子露出一小块红色的印记,那个痕迹如此扎眼,那是吻痕,而且是今天留下的,我的脸沉了下来,燕妮见我不说话了,怯声声地抬头看我,见我这副表情又害怕地低下头,我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尽量平和语气问道,你到底做了什么? 燕妮将手机慢慢递到我的手上,我才发现,她一直把手机拿在手里,屏幕停留在一段视频画面,我意识到一切答案就在这段视频里了,就点击了播放键,画面开始是一阵晃动,一张男人的大脸出现在屏幕上,正是昨天向燕妮搭讪的帅哥, 今天我和兄弟有了谚语,对象是一个少妇,一个极品少妇,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极品少妇。 视频中男人一脸欠揍的表情,接下来就是我们精彩的时刻了。 帅哥说完后,镜头对准了身后的大床,床山躺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身材完美,而这个女人正用手臂挡着脸, 你别拍视频行不行,你要是再拍我就走嘛。 女人语气很生气,行行行,我已经关了,看到吗?拿下来了。 男人说着就去拉女人挡在脸上的手,真的关了。 你看,手机都没了。 帅哥说着,向女人展示了空空如也的双手,但是视频却清晰地显示她只是转移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手上, 虽说女人遮着脸,但那身体我提熟悉了。 这正是我最爱的女人,我抬头看了一眼燕妮,她一对上,我的眼神就切生生地将目光移开,那个男人显然骗了燕妮,不然我就看不到这段视频了,视频里的男人爬到床上,也没穿衣服。 她不光有一副好皮囊,本钱也不错,她一边对燕妮动手动脚,一边去拉燕妮挡着脸的手臂。 燕妮挣扎了几下,终于还是挡不住她的软硬兼施,半推半就之下将自己娇美的容颜露了出来。 这时,视频出现另一个男人,是她的同伴,另一个女孩的男友,她一出现,就将镜头对准燕妮身体。 她的动作很隐蔽,始终将自己的身体挡在镜头和燕妮的视线之间,所以燕妮并不知道自己被拍了,看看这极品的身材,你们怎么敢相信这女人二十八岁了? 十八岁都没有这么好的皮肤啊,她看似自言自语,其实是在做解说,视频中燕妮被那个男人按住被她的身体堵住嘴,发出了不甘的哼声。 两个男人趁机耳语了几句,你们在说什么? 燕妮被堵住嘴,支支吾吾地问道,我们再商量一会儿,怎么让你爽呢? 哈哈哈哈。 燕妮轻轻哼了一声,又不自觉地将一只手臂挡住了自己的眼睛。 两个男人交头接耳的声音再次传来,燕妮却突然一下坐了起来,赤裸的身体全部出现在镜头里,你还说没拍,那是什么? 燕妮显得很生气。 手指指向镜头方向,两个男人一时有些慌乱没有说话,燕妮气鼓鼓地准备下床穿衣服,可是却被那帅哥一把扯了回来,压在了身下。 燕妮惊叫一声,我是想找刺激,不是来陪你们拍视频的,放开我。 嘿嘿嘿,来都来了,干嘛急着走啊? 帅哥嬉笑着把燕妮重新拉回到床上,另一个男人也不再遮掩,干脆直接拿着手机拍摄,你们别乱来,我要喊人了。 你喊啊,要不我把门打开,你跑出去喊。 哈哈哈哈。 帅哥说完,一个恶虎扑时,就将燕妮压在了身下。 一只手将燕妮的双手用力拢在一起,压向床头,另一只手伸进了被窝里,不停地动着,不就是拍下留个纪念吗? 你要是满意,我们考一份给你回去慢慢欣赏啊。 另一个男人将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镜头对准大床,他把燕妮从被窝里拽了出来,翻了个身,用力地在她的翘臀拍了一巴掌,俩人把燕妮夹在了中间。 燕妮不是什么贞洁烈女,在两个男人的撩拨下,也是渐渐失去了反抗的意志。 她似乎认命了,透过镜头,我能看到她脸上痛苦与快感的纠结。 燕妮不再反抗,看到这里,我只觉得心中一股无名之火直冲脑门,我相信我现在的眼睛一定是红的,我将手机用力甩向床头墙壁,手机撞击到床板发出当的一声巨响,燕妮惊叫一声,下意识地抱住了头,省怕我对她动手。 可是手机好巧不巧地又回弹到了我的手边,刚才的一杂,似乎宣泄了一部分充盈在胸中和头部的怒气。 由于我知道燕妮手机的密码,我没让她解锁,我稍稍冷静下来,继续打开手机往下播放,燕妮的反抗之火已经被彻底熄灭了。 也许是涉于淫威,也许是屈从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我承认这一段看得我沐浴喷火,燕妮自从和我交往开始,始终是被当成公主一般宠溺。 我在床子之间从未强迫她做过任何她不愿意的事,我看完吐出一口长长的浊气,我的脸色肯定很不好看,我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肚子疼是骗我的,是吗? 我感觉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嗯,燕妮轻哼了一声,这简单的一声鼻音包含了后悔,恐惧甚至绝望,昨天就约好的事吗? 嗯,燕妮又轻哼了一声,白燕妮。 燕妮的身体抖了一下,每次当我一本正经地叫她名字而不是叫老婆时,她都会有种不好的预感,空气仿佛在此时凝固了。 燕妮停止了哭泣,只是偶尔发出一声抽烟,而我则只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我们谁都没说话,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也许只是几秒,也许是有几分钟, 我只知道时间在此刻与我已经没有了概念,是我没照顾好你。 沉默许久的我终于说出了我此刻的心声,说着我一把搂住了她,燕妮明显呆了一呆,同样短暂的沉默后猛地哭出声来,那哭声是那么的撕心裂肺,哭声里透着悔恨,她嚎啕地像个孩子一样,边哭边说道, 明明是我做错事了,是我不好,我变成不要脸的坏女人了,我们结婚后,我从没有骗过你,我真的好后悔。 我在燕妮面前蹲下身,双手捧住她,因为泪水的流淌,有些潮湿冰凉的瘦削脸颊,老婆,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我。 嗯,燕妮含着泪看了看我,但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为什么你的手机会有这个视频? 燕妮的表情有些茫然,仿佛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问,我是说,他们为什么还要最终给你一份? 他们是要用视频来威胁你吗? 我把我的问题进一步解释了一下,燕妮摇了摇头,轻声说道,他们倒也没威胁我什么,只是听他们的意思是,要拿视频去卖钱,我无力阻止他们这么做,我只能假装说,我想留个纪念让他们给我一份,其实我是怕你万一以后在别的地方看到我的丑态会更受不了,所以,燕妮还没说完就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所以,你想跟我彻底坦白这件事情,那我问你,如果他们两个没有伤害你,或是不尊重你,也没想要拿视频去卖钱,你会不会跟我坦白? 燕妮又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有些惧怕,我,我不知道,我其实一开始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但是什么? 我让我的语气尽量显得温柔,但是我又想在你心里维持一个完美妻子的形象。 我,我是个自私的坏女人,呜呜,我坐到燕妮身边,慢慢将她搂进怀里,温柔地摸着她的绣发,鼻端绣着她的香气,好了好了,都过去了,你还是我的完美妻子,这次就当是个教训,是个挫折吧。 没事了,调整一下你自己,我相信你的恢复能力,因为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傻女人,我真的很后悔,后悔为什么自作主张不听你的话。 好啊,那你以后要更听我的话,来弥补你的过失,好不好? 嗯,燕妮重重地恩了一声。 冲我用力点了点头,哄好燕妮我走出房门,我出门是相信燕妮能够处理好之后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一直待在房里,燕妮的心理压力会一直都在,但这只是原因之一,至于另一个原因嘛,我必须要做点事情,做点让那两个男人感到疼的事情,为了给燕妮出口气,但是怎么做呢? 我拿着钱,轻而易举的,就从酒店前台那拿到了俩人的信息,他们分别叫王猛和孙浩,房间号是1311和1313,既然有了这些信息我就能开始我的计划了,我随意地在酒店走着。 走到影像廊时突然停住了脚步,有个主意在我心里冒了出来,我站在照片墙前一张一张看着,上面都是酒店游乐场的合影,每个人都有。 如果觉得满意可以买走,如果不需要,就会被留在这里,剩余的照片很多,我祈祷着让我发现那几人的照片,照片是根据上传时间排列的。 我已经找到了我和燕妮的照片,照片上的燕妮神采飞扬,但是一想到视频中,她被那两个混蛋像一条母狗一样的摆弄,我就气得牙根痒,我凭着对那几个人长相的记忆拼命找着。 终于,在几乎找遍了每一面照片墙后,终于找到了四人的合影,这还要得益于那女孩的一头惹眼的黄发,我拿下照片,走到相片柜台,值班的是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孩,见有客人走来,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 是的,小姐,这几个人是我的朋友。 我说着,指了指照片上的几人,其中这个人,今天过生日,我想送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什么惊喜呢?我能帮到什么? 女孩歪着头问道,我想把这两张照片买下来送给他们,但是我希望让他们以为是中了酒店的大奖是你们送的,这样虽然礼物不中,但是生日当天有这么一份好运会让他很开心。 哦,我明白了,需要怎么通知他们?麻烦你帮我打个电话吧。 好的,没问题,房间号多少? 一千三百一十一,女孩子像是个参与恶作剧的孩子,嬉笑着点点头,电话被拨通了,沟通很顺畅。 双方对打,几句就挂了电话,男孩接的还是女孩接的? 女孩接的,他说马上下来。 女孩说着,对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和他激了一下掌,就准备掏房卡结账。 对了先生,其中的两位小姐还拍了别的照片,你不一起送给他们吗? 女孩笑着问,我做了个请便的手势,女孩开始操作电脑,这不搜不知道。 一搜下一条,居然找出了十几张照片,我们有套餐的优惠活动,有1999和888两种可以配成相册。 女孩的眼睛很大,冲我眨呀眨的时候,我却发现瞳孔里的两枚铜钳,而我的眼都直了,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 先生,您选哪个呢? 我想到他们就快到了,不能再纠缠了,于是强颜欢笑道,888的吧。 好的,女孩微笑着接过我手中的房卡,刷卡签字完毕,交还到我手中,我微笑着对女孩招了招手,她不明所以地凑了过来。 我在她小麦色的脸颊上轻轻捏了一把,她轻呼一声娇俏地看着我,我看了眼她的胸牌,敏奇小姐,你这么可爱,这么会做生意,你们老板一定很喜欢你吧。 敏奇娇俏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而在我的心里,早就把她的屁股打开了花,和我预想得不错,两个女孩结伴而来的,两个男人估计还在装腿疼吧,这俩人装腿疼没去看演唱会,这是燕妮告诉我的,两个妹子显然很开心,很意外,在敏奇的指导下,选了十张照片做成相册,开开心心地走了。 敏奇冲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点了点头,就远远地跟了上去,今天真是好日子啊,这一本要八百八十八块呢。 同伴的鹤发女孩扬了扬手中的相册,是啊,虽说不是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但也好开心哦。 黄发女孩说道,呵呵,我们去那边喝一杯庆祝一下吧。 两个女孩在一个音乐吧停了下来,各点了一杯鸡尾酒,这个酒吧都是沙发位,此事人也不多,我选了一个离他们不远的位置坐下,两人谈论起了这几天的见闻,期间我了解到黄发女孩的男朋友叫孙昊。 鹤发女孩的男朋友叫王猛,我见时机差不多了,拿出手机装模作样地放在耳边开始了表演。 喂,老谢啊,我小浪。 呵呵,演唱会挺好看的。 谢谢你啊,对,快吃饭了,我给你说个八卦,今天我下午回来跟客房的经理喝酒,他告诉我一件事,他们说十三楼有俩男人装腿疼,没去看演唱会,甩开自己女朋友,约了个酒店的美女服务员去房间打泡。 啊,一声轻轻的惊呼声传来,我心中大定,继续扯到,据说还拍了视频,为这个事,女服务员要找他们算账呢。 啪的一声,像是杯子打翻的声音,哈哈哈哈,我当个笑话说给你听哦,好了好了,我去吃饭了,拜拜。 说完,我就哼着小调走开了。 远远的,好像听见背后转来的女孩激烈讨论着什么的声音,我坐着电梯上到十三层,假装在客房走廊上躲着步,等听到开门和关门声后,我又走到一千三百一十一和一千三百一十三两间房附近,放慢了脚步,客房内果然传来了我预想中的声音,你这个王八蛋。 我说你们俩好端端的会一起从楼梯上滚下来,还一个伤了左腿,一个伤了右腿,天残地缺啊。 原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要穿一条裤子了呀。 是一个女孩咆哮的声音,允乐,你听我解释,根本没有的是别人乱说的。 乱说,别人和我们非亲非故,干嘛要编排你的故事陷害你?你以为你谁呀?什么大名人吗? 再说,人家怎么会知道你们的情况?连我们住几楼都清清楚楚,连你们受伤的理由都清清楚楚,你还想说什么? 我,我怎么知道为什么要陷害我? 手机给我。 你,你干嘛? 我说手机给我,你听到没有? 我,我们说好互相信任,不查对方手机的。 互相信任是吗? 好啊,诺,我的,已经解锁了,拿去,你的给我。 我,我就是不给,你今天发什么疯。 对,我发疯,我他妈就是疯了,才会相信你这条狗会改了吃屎的毛病。 孙昊,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完了,我们彻底完了,回上海之后,把你欠我的东西一分一离,全都还给我,然后从我身边消失,不然我让律师去找你。 允乐,你别这样,允乐,别碰我。 允乐,我听见有人急速走向门口,我几个大步向前跨去,一直走到距离他们五六个房号,才有放缓脚步,假装成经过的住客。 巨大的开门关门声,在我身后响起,我嘴角浮出一丝得意的笑意,呵呵,疼吗? 等我下了楼,想找个酒吧去喝酒,正走到一个僻静角落,忽然身后转来一声娇斥,你站住。 我寻声转头看去,居然是那个黄发女孩,你叫我……是的,她双手抱胸,目光灼灼地盯着我,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认识吗? 女孩一头黄发披散着,上身一件一字件的蓝白条纹露肩上衣,下身是一条紧身的蓝色牛仔裤,脸上的淡妆恰到好处,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像急了金太炎,但此时的她面容却有一丝憔悴,女孩朝我走进几步,你别装了,照片是你买的,所谓的电话是你故意说给我们听的,对不对? 对不对? 听到这么说我也懒得在装,很光棍地回道,你怎么发现的? 她又朝我走进一步,我还发现没有什么女服务员的事,那个女的应该是你认识的一个人,甚至关系很密切对不对? 我的心被捶了一下,仿佛被人窥见了内心的隐秘,我沉着脸问,你看过视频了? 她微微点了点头,酒店可没有这么漂亮的女服务员。 我说着看了看四周,这里没什么人经过,但还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人隐藏在暗处,四季对我不利,她摇了摇头,苦笑道。 我只是因为这里安静想静一下,报复。 哼,报复什么?我们分了,这个男人我是不会再要了。 那你叫住我干什么?感谢我帮你识破了一个渣男。 我也与她,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能不能补偿一下那位女士受到的伤害? 补偿?怎么补偿?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她摸了摸自己的胯包,我给你钱,如果愿意的话,两万如何? 我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把她逼得后退了两步。 你,你干什么?她后退了两步。 我就前进了两步,这就是你说的补偿。 哼,可能你是个不用自己辛苦赚钱的富二代吧,所以你就认为这世界什么事情都能用钱补偿是不是? 不是。我把这个钱拿给她,告诉她,亲爱的,你看,你为我们挣了两万块呢是不是? 她,她是你的妻子。 对,那个被你男朋友在床上像只母狗一样摆弄的女人是我老婆。 你以为钱就能抚平她的创伤?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你是很有钱,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老婆的尊严不是你买得起的,再见。 说完,我转身就走。 为你别走? 难道这件事你妻子就没责任吗? 女孩在我身后高声说着,我一听,一个原地掉头,再次怒气冲冲地走到她面前,她被我的气势吓住了。 下意识地护住了身体,我妻子当然有责任,但是她事后就后悔了,第一时间就向我坦白了一切,所以我选择原谅她,你的渣男有吗? 我?你还想说什么?把脏水尽量往我妻子头上倒,好让你那个说起来已经甩掉的渣男,显得不那么乍。 为下一次复合做铺垫,毕竟那个男人活不错是不是? 其实,我妻子该负怎么责任我来评定,不需要别人说什么? 你让我说一句行不行?我真的只是想补偿。 好啊,反正我不要钱,你还有什么能拿来补偿的? 你说啊,我,我可以去当面跟她道歉。 道歉?以什么身份? 加害者的前女友,你觉得这会让她舒服一点还是受伤更深? 你凭什么帮你妻子做决定?总要问她本人想怎么办吧? 好啊,如果她说把你家渣男拉来,让我老公揍一顿,你肯不肯? 她说等假交换,让我老公把你也干一顿,你肯不肯? 女孩一听泊然变色,一只手就扬了起来,我眼明手快,在空中就抓住了她的手腕,奋力一甩。 她扶着肩膀倒退了几步,坐在了台阶上,就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这人天生就怕看见女人哭,再说我这么一番连珠炮式的抢白,让我消了些怒气。 见她楚楚可怜的样子,居然心生怜悯,于是我放缓了自己的颜色,慢慢坐到她身边。 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没伤到你吧。 女孩还是把头埋着,呜呜地哭泣没有说话,我妻子今天下午看到我也是这么哭的,哭得我很心疼,也很自责。 放到以前,她绝对不会正眼看那样的小白脸,但自从我怂恿她去追求身体的快乐后,我们都变得对这种事情很随意。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一场游戏,只是她这次运气不好,被不怀好意的玩伴伤害了,你说我能怪她吗? 女孩慢慢抬起头,边抽气,边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我苦笑一声,好吧,一时嘴快,说得够多了。 好了,收起你的自责吧,这件事和你没关系,你不用为那种货色去承担什么, 借这次机会分了也好,你很善良,她配不上你。 你,你是说,你们彼此信任到如此地步,完全可以将身体和心分开对待。 我伸出手,女孩的身体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然后用疑惑的眼神看向我,犹豫着拉着我的手站了起来,重新认识一下吧,赵浪。 我,我叫黄允乐,要不一起走一会儿吧。 她点了点头,我们就一起并肩走着,珊珊也和王猛分了,哭得厉害,我哄了好久,她倒是睡着了,我却心里乱得很根本睡不着。 黄允乐说的,应该是那个鹤发女孩,你应该开心才是,乱什么? 黄允乐摇了摇头,我不是为她,我还没傻到为一个男人要死要活的,何况还是这种货色。 她以前就有仗着自己的外表,勾引良家妇女的前科,被我发现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痛心疾首,就差以死明智了,我也是贱,居然信了她个鬼。 我随意地笑了笑不打话,人家的事情不好置评,反正我已经给过定义了,渣男。 黄允乐冷哼了一声,有一段时间,我每次和孙浩上床的时候,就会想起她曾经趴在别的女人身上,那种感觉让我恶心。 那是因为,你潜意识里,早就把她当成了恶心的男人,是她恶心,不是那些女人恶心。 你知道吗?你刚才骂我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妻子,我也希望,我受人欺负时会有个男人为我讨回公道,哪怕如何不择手段。 她说着,戴上了哭腔。 我最见不等女人哭,竟然一时间手忙脚乱,我想安慰她,下意识地想把手搭上她的肩膀,可是触碰到才发现她穿的是漏肩的衣服,这样直接肌肤相亲,毕竟不合适,于是又缩了回来。 但是见她楚楚可怜的样子,又心生不忍,一时恼热,竟然将她搂进了怀里,而她居然没有挣扎,直接将双手还住了我的腰,将脸埋进我的胸口哭泣。 我一手揉着她的背,一手俯着她的秀发,她还是在哭,似乎要将今天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 我敢说,此时,如果周围有人经过,绝对会给她一个惊悚的听觉享受。 我很想劝慰她几句,但是我们毕竟刚认识几个小时,不算之前的偶遇,这也才是见的第二面,我实在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 既然如此,那就顺其自然吧,也许让她把心中的苦闷发泄出来也就好了。 美女在怀,我有了反应,我心想糟了,下意识地就想把屁股向后挪。 可是这细微的变化,还是被她发现了。 黄允乐擦了擦眼泪,抬起头看着我,眼神中居然有一丝,你这男人不过如此。 见了美女,只会抬头地嘲笑,我一时大窘。 不好意思,我没有,我只是,之前在她面前强势睿智的我一下变得笨嘴捉舌了。 没什么,谢谢你陪我散步,我也该回去睡觉了。 黄允乐说着,对我嘴角撇了撇,做了个微笑,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头忽然有些失落,不知该说送她回去,还是自己一人继续逛一会儿。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黄允乐回头,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 她那张精致妩媚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特别的魅惑,此时上面还有一丝意义不明的笑意。 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我一时雄性气息爆发,冲动之下上前一把拉住她的手。 你,你想干什么? 黄允乐感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表情变得有些惊恐,我私下望了望,眼见前方十米不到就是一间厕所,于是我拉着她的手直冲向那里。 黄允乐此时怎么还会不知道我想干嘛,她的身体像拔河一样使劲往后倒以图,抗拒我的拉扯,并伸出另一只手去掰我的手指。 但是在女生中也只是稍显高挑的她,怎么是身强体壮的我的对手? 你,你别这样,我们有话好好说。 她的音调有些颤抖,我此时却惊虫上脑一般,一心只想上了眼前这个女人。 我冲进厕所,随意推开一间隔间,就往里冲,你放手,你弄疼我了。 可是我已经溅在弦上不得不发,怎么还可能放开她? 我将她的身体压在隔板上,粗鲁地吻向她的双唇,她发出呜呜的声音做着抗议,牙关紧闭,不让我扣关而入。 我觉得无趣,将她的身体转了个橡背对谁我,伸手抓起她的衣服下摆,就往上聊,连带她的无间带内衣一起推了上去,令她发出一阵阵吸气声,接着我把手摸向她的裤子,可是我低估了她身上的紧身牛仔裤的包出难度,在后面忙操作了半天毫无进展,她按住我的手,我自己来。 说着解开了裤扣,慢点,她喘着气说道,事后休息了好久,她才常常呼出一口气,慢慢站了起来,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强奸的。 她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说道,只是她此时满脸余韵的神态,身上还是半裸,却仰着头瞪着我,我就扑斥一声笑了出来,她见我笑了,自己也没忍住,于是厕所里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我们俩重新走上了外面的走廊,此时我们都已经收拾干净,看不出一丝破绽。 你刚才拉头发,那朝廷吻的经常练。 哈哈是啊,我妻子头发比你还长,我就是这么帮她拉着的。 我发现我说这个的时候居然一点不尴尬,你真是个体贴的男人,因为这个被称为体贴让我有些尴尬。 此时,我们正好经过一处酒吧,我突发奇想,想喝啤酒吗?但是现在不营业啊。 看我的,我说着手掌一撑就坐上了把台。 你干什么?黄允乐压低声音惊呼道,偷东西。 我用口型告诉他,为你别这样。 可是我此时已经翻了进去,冰箱上锁了,只能望着里面的冰镇啤酒,望洋兴叹。 但是好在把台下层储物阁里有个打开的纸箱,里面有几罐常温的,我也不贪心,从里面拿出四罐放在台面上就钻了出来。 唯,那里有探头啊?黄允乐轻声叫道,手指的指不远处的天花板,那你过来帮我挡一下,我要出来了。 我帮你挡,那不是照到我了吗?黄允乐指着自己鼻子,一脸不可思议。 似乎想不通我怎么会说出这么弱智的话来,那你带钱了吗? 我问他,我找找。黄允乐翻了翻自己,那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包,有了有了。 他兴奋地叫道,然后抽出两张一百元面额的纸币,我向他伸出手,示意他给我,然后压在把台上面, 但是他却一个转身,跑到摄像头下,挥舞着双手,使劲跳了跳,似乎想要引起那头的主意。 然后掏出纸币,拉平了,冲着镜头展示了一下,又指了纸我,那样子让我看得直想笑, 而我趁着他没注意,又顺了两罐。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发色有些夸张?我灌了一口酒对他说道,黄允乐白了我一眼,有啊,你现在不就说了吗? 说着,也脖子一扬给自己灌了一大口,哈哈,其实也不错,不过我还是喜欢自然一点的颜色。 黄允乐又白了我一眼,我让你喜欢了吗?我耸了耸肩不说话,只是黑黑笑了两声,经过刚才的事,我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说起话来就像是有了几年的交情一般随意。 哎,你明天会告诉你妻子吗?什么?刚才的事啊?会,你会怎么说?说老婆,我帮你报仇了,呵呵,我会说我无意中拯救了一个迷途的女孩,为了报答,我她就以身相许了。 黄允乐使劲在我身上捶了两下,大笑着说,你好不要脸,相册怎么处理?扔了,她恶狠狠地说道,那不行,我花钱买的。 你想要?这样吧,有渣男的都死了,其余有你的给我几张,你说我们算什么关系? 炮摇 他坏笑道 普通异性朋友 我一字一顿说道 你经常拉普通异性朋友进卫生间打炮的吗 哎 我发现你有时候好粗鲁 哈哈哈哈 有时候别的时候呢 嗯 也有无助 惹人爱怜 让人想呵护的时候 他没有回话 我转头看他 却被他一把搂住 献上一个长长的香吻 怎么了 别告诉我你已经爱上了一个今天才认识 还把你半夜拉进厕所打炮的男人了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品味着那沾着一丝唇彩和啤酒味的滑腻笑着说 他擦了擦嘴角 对不起 我冲动了一下 还没等我说话 他继续说道 对了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视频已经没了 他们俩的手机都被我砸碎了 他们没来得及传到网上 让你妻子放心吧 谢谢 我眼睛直视着他 非常认真的说道 黄允乐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 不知不觉 我们就喝多了 老公老公 你是不舒服吗 我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穿戴整齐的燕妮一脸关切的表情 几点了 我揉了揉眼睛快十点了 我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你昨晚没睡好吗 老公我昨晚给你报仇去了 报仇 啊 燕妮说着 张大了嘴巴 你把那混蛋打伤了 你会给自己惹上麻烦的 我瞪了燕妮一眼 我说过 我把她打伤了 那就是打了 但是没伤 我给她挠痒痒 还叫报仇 那你是怎么报复的 嘿嘿 我不告诉你 又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而我们也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老婆 把二闺女送给我姐吧 她没女儿 老婆 要不 把她送我姐吧 她没女儿 二女儿出生第十天 老公跟我说 我一直怀疑老公成起名有健忘症 其他是其他人 都没什么 只要涉及到大姑姐 总是习惯性的 把我望在耳后 我们订婚宴上 听我父母要陪嫁一套房 家里不差钱 彩礼象征性的给点就行 她笑了 当场提议 彩礼给我姐姐投资 婆婆提醒她 你不是上门女婿 她才明白 原来是自己娶媳妇 我嫁过来那天 她披下酒席上的宾棚 去清点红包 然后一股脑塞进大姑姐包里 要不是晚上我管她要 她差点忘了 我已经过门 我生大宝时 婆婆在医院照顾我 她把我父母送的鸡汤 拿去给大姑姐尝鲜 还把朋友送的礼品一并送去 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忘了我在生孩子 如今 我剖腹产才第十天 她又一次忘了 我们母女三人 跑去给大姑姐打扫卫生 理由很招打 老婆 午饭先凑合一下 我姐周末大扫出习惯了 周一都要上班 不能不去 而后不管 我是不是乐意 像往常一样 直接离开 强压着怒火 忍了四个小时 她才一脸疲惫的回来 进门一头倒在床头 没问我们母女三人 有没有吃饭 饿不饿 只是盯着天花板叹气道 老婆要不把二女儿送给我姐吧 她没女儿 我没听清 忍着腹部伤口的疼痛提高声调 明确告诉她再说一次 或许被我的声音吓到 二女儿哇哇大哭 大女儿泪眼巴巴的挪到我旁边 扯扯我的衣角 老婆 女儿是贴心小棉袄 想到我姐连个说贴心话的闺女都没有 我就程启明文言也作证 探过半个身子拉着我的手 头垂得滴滴的 仔细听她的话 哪一句都是花式找打 什么姐姐只有两个儿子 儿子跟妈不贴心 老的照顾不细心 什么姐姐爱美 最大的梦想是有一个女儿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什么女儿会跟妈妈说贴心话 是妈妈的解忧草等等 总之她姐姐的情绪 爱好 杨老等想得周周到道 唯独没想到我 好啊 你姐姐两个儿子 让她把小儿子送给咱呗 我反呛一句 甩开她的手 大姑姐两个儿子 最小的已经六年级 那怎么可能 那是我姐自己生的亲骨肉 程启明不干了 豁然站起 插着腰转了几圈 指责我的话倒是很理智 对啊 她儿子是自己亲生的 亲骨肉 我的二宝就是捡来的嘛 她则还是那一套 姐姐比她大五岁 从小带着她玩 护着她 有什么好吃的 先紧着她吃 在她眼里 姐姐比亲生父母都亲 当然 还有一个在她看来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她的口头禅 我就这一个姐姐 这是你姐姐的主意 我冲她嚷道 就一个姐姐 老婆可以再娶吧 不对 她不忍心丢掉我 我家条件不错 以后还能做她姐姐的提款机 实际上 大姑姐结婚早 年龄不大 才三十二岁 特别喜欢女儿 记得我嫁过后不久 婆婆提议让她生个女儿 她却说对身材不好 而眼前的情况也并不像程启明所说那样 大姑姐美女儿不行 相反 两个儿子不用管 她每天上班盯着工人干活训训人 下班打扮的美美的四处约饭局 生活过得很惬意 怎么可能还要一个女儿 不是 是我自己想的 她咽声道 我相信 确实是她自己想的 作为弟弟 程启明真是太合格了 有时候 我都想为她颁发一个举世最佳弟弟奖 自从跟程启明恋爱到结婚 无论什么事 她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姐姐 程启明在公司做技术员 公司福利不错 每当节假日 公司发放福利后 我常常是连面都没见到 她已经送到了姐姐家 我在幼儿园工作 年底发奖金 她会提议拿出一半给姐姐买年货 若是一高兴给了 她眉开眼笑 倘若不同意 脸拉到地上 还说我小气 春节回娘家 我妈从国外给我带了些衣服 她立即打电话 把姐姐叫来 让她试试哪些能穿 我全部收起来 大姑姐扑个空 她反怪我小气 诸如此类是举不胜举 有时候我总在想 恋爱时她是不是装的 恋爱时 她对我很好 嘘寒问暖 风雨在大都会接送我上下班 一天不落 在我父母面前表现更好 周末上门打扫卫生 修理家具家电 就这样 我认为自己捡到了宝 跟这样的人过一生 要多幸福快乐 父母也是看在眼里 洗上心头 不止一次的感叹 撑起名人实诚 没那么多心眼 我跟着她 父母放心 说实话 我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 我父母经商 家里还有三套房 她父亲是老师 母亲没工作 只有一套房子 或许都是苦过来的 我父母并不反对 认为谁都是一步步好起来 为了怕他们家有压力 财礼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五万元 考虑到跟婆婆住一起不方便 不仅送了一套房 婚宴前都是他们出 本以为我从此会生活无忧 却没想到会变成另一种光景 婚后 程启明变成了姐姐奴 以前 我也并不是太在乎那些 送就送了 反正自己又不是没有 可她却得寸进尺 月子期间不在身边照顾我也就罢了 竟然还打起了女儿的主意 二哈被踩到尾巴 还会不依不饶 追着人叫嚷 何况踩到我的底线 程启明 你听好了 我不同意 我指着她的鼻子 一字一字倒 程启明看我很生气 先是安慰我 就是一个想法 又说我叫真 后又说从长计议 好好好 不送 不送 以后不提了 反正也不是我姐说的 看我还是阴沉着脸 她举手发誓道 她说不提就不提 按照以往的做派 每次她主动送去的东西 大姑姐从来没说一个不字 照单全收 对于我这个弟妹 却只字不提 而且 我还留意到 只要她想要给姐姐的 我是无论如何都拦不住的 大姑姐更是没拒绝一说 为妨夜长梦多 当天晚上 我直接拨去大姑姐的电话 询问是不是她的主意 瑞南 怎么可能呢 我现在好不容易轻松下来 还要给自己找事做 放心吧 电话那头 大姑姐笑得很爽朗 肯定道 我则打开免提 把她拉过来 亲耳听听 听到了吧 以后少答我女儿的主意 她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敢再有这个念头 我跟你拼命 尽管只是她的一个想法 我绝不允许 郑重地警告到 程启明没在说什么 只是接连点头 我以为此事翻篇 却没想到大姑姐找上了门 第二天一早 我被敲门声惊醒 是大姑姐 手中拎着几个皱皱巴巴的苹果 一脸善笑着来到我床前 把苹果放在床头柜 据我不完全统计 嫁过来五年多 大姑姐共带过三次礼品 一次带了包酸奶小馒头的零食 走的时候 带去了我的一个行李箱 说要去旅行 第二次提着一盒山楂片 让我问问父亲那里招不招人 他小叔子正找工作 这一次 他还没说 也可能是来看孩子的 毕竟二女儿出生时他没来 不管有没有事 我都不问 等他自己说 好像我猜对了 他拿出一个苹果削起来 苹果皱皱的皮 挡住水果刀 还差点削到他手指 程启明看到 姐姐为我削苹果吃 开心地为姐姐泡了一杯蜂蜜水 大姑姐则跟我道歉 生孩子那天 她之所以没去 是理发店搞八折活动 去做了头发 她挑起一缕红色的头发给我看 介绍着对方做得多好多漂亮 我笑着点头 毕竟不是自己生孩子 哪有自己的头发重要 几句寒暄过后 空气慢慢凝结 她坐在我床前 伸手拨弄了一下二女儿的小脸 直夸张得漂亮 又白又胖 突然之间 我才发现 她看二女儿的眼神呼得变亮 轻拍着二女儿时 眼睛不时地瞅向我 瑞南 你昨晚说的那件事 是真的吗 果然有目的 我没说话 向她投去疑惑的目光 此时 程启明也在厨房听到了声音 在围裙上擦着手走进来听 大姑姐看到程启明 似乎一下 有了勇气似的 竹筒捣豆子似的 说出了诉求 是这样的 瑞南 你是剖腹产 身体行动不便 还有大宝才几岁 我呢也有时间 工作可做可不做 二女儿 给我也行 但就是带养 你们还是她的爸爸妈妈 我也是她的妈妈 你看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谈谈抚养肺的问题 我按捺住胸中的火苗 不断回想昨晚 自己的话说的不明白 还是语气 表达不到位 是个人 都能听出来 我有多生气 怎么可能同意把二女儿给她 她口口声声保证完 转身来要孩子 嗯 是弟弟程启明撑腰吧 老婆 姐姐看来是真心喜欢咱们二闺女 要不你看 可能是考虑到她姐姐在 我不会当面反对 程启明陪着笑走到我旁边 弯着腰扶着我的肩膀说道 我依然没说话 给了她一个带刀的眼神 大姑姐看在眼里 尴尬的笑了笑 姐 您说的抚养肺是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 决定让她把小算盘摆在面前 不然她憋着多难受 见我开了口 姐弟俩交换了一下眼神 大姑姐也来了精神 上前拍了拍我的手 笑盈盈的开口 瑞南 你看 就是比较开明 孩子比较小 我抱过去得吃奶粉 一盒奶粉挺贵的 你和启明每月给我 一 以前 这样行不行 把我女儿要过去 我还要倒贴生活费 这算盘打得可是真相 我实在忍不住 阴着脸望向成启明 她一脸惊讶 嘴唇动了动 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躲闪着我的目光 低下头走出卧室 是你滚 还是我滚 我为二女儿掖了掖背脚 看着大姑姐的眼睛 语气生硬道 大姑姐愣了 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干笑 那个 你不同意没啥 我们还是亲戚 说着善善的站起 对我勉强勾了勾 勾唇脚走出门外 成启明 你记住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断气 大姑姐的脚步 消失在大门口时 我捂着肚子走出卧室 对着她嘶吼 成启明不再说什么 默默地点点头 转身回到厨房 我知道 自己说的话在狠 成启明表面 现在怎么说都不会从心里听一句 不过 只要大姑姐不再作妖 她平时送吃送喝 我也就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可是 我没想到 我的隐忍 换来的却是无形的纵容 二女儿三岁时 考虑到婆婆那套房子 闲着也是闲着 恰好有同事亲戚要租房 周末 我准备拿钥匙去带人看房 钥匙明明放在客厅 电视柜的抽屉里 却不翼而飞 老公 老房子的钥匙呢 四处寻找无果 我走进书房问道 听罢缘由 成启明眼神飘忽 想岔开话题 老婆是这样的 我姐姐他们的房子要装修 所以 经我再三追问 她终于吐出实情 一套房子 一百多平 不经我的同意 就这么送了出去 那不是送是借主 再说 那房子在我的名下 我爱送谁送谁 面对我的摔摔打打 她也怒了 脱口而出 在你名下 爱送谁送谁 那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与她说不通 我直接去找大姑姐 为了有效沟通 去之前 我还特意去了 他们自己的房子看 并没有装修 而是租给了别人 于是上门后 我心平气和地说了来由 并让他们搬出去 我助你的了吗 这是我弟弟的 你管不着 熟料 大姑姐非但表示 不会搬走 还反吃我多管闲事 我向来不会吵架 哪怕把婚姻法条款赌给她 她也一样无理取闹 沟通终止 我也随之清醒 小事就算了 大事也这么擅自做主 我对程启明的耐心 消失殆尽 更不再期待 她醒悟 照这样的速度 说不好 哪天把我和孩子 卖了补贴姐姐 我怕了 带孩子回了娘家 某着一股劲 要跟她离婚 谁知 父母不同意 即便我讲了所有的事 他们也一样的态度 还反怪我太冲动 几天来 加之 城启明霸前 妈后的现阴起 我也冷静下来 正如父母所说 离婚犯不着 毕竟她对孩子不错 再找一个来回折腾不划算 确实如此 平时她对孩子 对我也还行 唯独此事 让我如梗在喉 我只好另做打算 为防万一 去跟她做财产公正 我们住的这套房 是我的名字 我们的存款 百分之九十 是我父母给的嫁妆 还有我的工资 加之家里吃喝拉撒等开销 我决定跟她好好算一笔 老婆 你至于吗 不就一套房吗 她是我姐 我就这一个姐 她有困难 我能不伸手 账本明细和协议 放在她面前时 她抓着头发烦躁的 至于 我的态度强硬 她不得不就范 除了存款外 她每月工资两千多元 要留一千给家里 剩下的一千多爱 干嘛干嘛 我不干涉 此招有效 那是之后 程启明似乎变了 大姑姐住在婆婆的老房子 那里离我家只有三公里 以前没事常常跑去的她 现在变了一个样 平时家里有什么好吃好喝 她也不再提议送 更不会偷着送 下班后 回家的时间也暗示暗点 陪孩子玩 帮我打下手 偶尔有时还会接送我 果然 还是要敲打 日子逐渐恢复平静 然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程启明到底变与不变 还是要看大姑姐那边的情况 转眼间 几年过去 大女儿也要上初中 老婆天塌了 没法活了 一天 我帮大女儿准备入学的东西时 程启明跌跌撞撞地从外面回来 拖着哭腔说道 我脑袋轰隆一下 小女儿在小区内玩耍 小区内常常有流浪狗出没 莫非 惊呼一声 我扔下手中的东东 就要夺门而出 却被他一把抓住 不是孩子 我松了一口气 父母那边相安无事 孩子也没什么事 天塌不下来 可我没想到 他说的天塌与大姑姐有关 姐夫要换肾 姐姐家里乱成一团 姐姐依然是程启明最看重的人 我揣测着 他应该比姐姐还要难受 为什么他们会得这个病 我按戳戳地想 不是自己的东西 总是要付出代价 他们占了不该占的房子 自己房子的房租 是不属于他们的 必须让他们自己乖乖拿出去 你能不能不要幸灾乐祸了 我姐以后怎么活啊 承起明红着眼睛怒斥我 垂胸顿足 婆婆离世她都没这么伤心 确实 尽管有前嫌 我也并没有只是幸灾乐祸 去看了姐夫 人躺在床上 饭也吃不下几口 大姑姐紧抓着我的手 一再说着对不起我 又说都是亲戚 一定要帮忙找慎元 是啊 都是亲戚 我该想的办法 也早都想了遍 包括父母那边也托人问了 慎元配不上 还能怎么办 你说 为什么我的慎不行呢 承起明端着酒杯悲愤出口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工作也请了长假 家里更是撒手不管 我已见怪不怪 这些天 我只当她的借酒消愁 是替姐姐伤心 原来是自责 她早就做了配型 用她的话说 结果出来就瘫坐在地上 我逐渐明白 承起明为了姐姐 把命赔上都不会眨眼 老婆 你不知道 小学五年级时 我弄坏的同学的铅笔盒 姐姐把她仅有的一块钱给我 又是那一套 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失落解决不了问题 唯一的方法是继续四处打听 寻找 这次 她罕见的听了我的建议 不再已久消愁 每天下班后不断的打电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找到了 不久后姐夫康复出院 老公治疗费怎么解决的 事情过后 我提出疑问 从她姐夫被确诊后 我一直以为她会让我向父母借 毕竟那是不小一笔钱 我也没等她说 私下里还想着把存款给他们用 可是直到事情结束 她提也没提 钱的事是小事 关键是人没事就好 她摇摇手 避而不打 那么大一笔钱 他们怎么能凑得出来 我继续追问 他们的房子抵押了呗 她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抵押房子 难得大姑姐与姐夫夫妻情深 我一直以为她只顾自己 为自己买衣服 化妆品 姐夫在工地灰头土脸的搬砖 就算是不工作时 也没件几件像样的衣服 吃喝更不用说了 喝几块钱的酒都被大姑姐骂半天 患难见真情 此事倒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可是她自己说漏了嘴 让我这一丝欣赏 跑到了九霄云外 弟妹 前段时间让你们受累了 跑东跑西 为了你姐夫还把房子都抵 大姑姐提着几根香蕉 握着我的手道谢 完了扫视我家一圈后感叹 一是激动 说漏了嘴 我笑而不语 自己这套房子好好的 怎么可能 事后 我平静地问承启明 她对我毫无隐瞒地道了真相 原来 抵押的房子 不是大姑姐的房子 更不是我这套 而是婆婆的那套房 因为大姑姐说 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 以后跟孩子无法生活 承启明腾姐姐擅自做了主 不仅做了抵押 贷款也是自己还 当然 除了贷款是承启明还 大姑姐知道 关于抵押谁的房子 她也并不清楚 如何还贷 她那仅剩下的一千多 我都怀疑她的能力 但不怀疑 她因能力不足找我 自公正后 她在这方面 还是很自觉的 哪怕钱不够用 烟都可以不抽 你不会生气吧 话必 她小心翼翼地问我 生气 怎么可能 生得着吗 我们已经做了公证 那房子又不是我的 付出总有回报 从大姑姐对姐夫的态度 我只是担心 承启明会不会寒了心 日子长着呢 万一 她会怎样 你放心 我能把命给姐姐 姐姐对我还不是掏心掏肺 她拍着胸脯道 我不相信 大姑姐对程启明的回报 屈之可数 我们新婚时 大姑姐送了两把椅子 是她家淘汰下来的 羞羞能用 是程启明安慰我的 估计她也这么安慰自己 程启明兰尾炎手术时 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送过两次 一次是三个 我怀大宝过程中 把她家里不用的毛毯 改成了小被子 毛毯起了球 躺上去 大人都感觉到个皮肤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我发现 有些事真的不经念叨 程启明信誓旦旦说的对吗 很快 试卷递到了面前 老婆 我的自行车骑链子断了 一天早晨 我正遇上班 她在身后教导 手中拿着自行车的链条 焦急地看着手表 如我所料 程启明的车卖掉了 为了还债 昔日的四轮换乘自行车 健身的措辞 仿佛成为了她最后的倔强 不巧的是 基于长远发展考虑 程启明就职的公司 开了分公司 相较原来的老公司 离家远些 还有些偏僻 公交车要倒几次 唯一的好处是经过姐姐家 婆婆的老房子 这一点让她开心许久 现在去坐公交车 到你姐姐家 借她家自行车上班 不会迟到 她盯着我的车出神时 我为她出主意 我也要上班 幼儿园比她还远 为了怕我路上周转受累 父亲特意为了买的 再说了 公交车直达大姑姐家 借自行车比等来回 换公交快许多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她将链条放在一旁 抬腿向外走 几步后 突然停下 而后自言自语着 又折回楼上 下来时 手中多了一个饭盒 咱们昨晚吃的饺子 我给姐姐留了一份 我没说话 驱车离开 去大姑姐家从不空手 是她一贯的作风 同为姐弟 同一个爹妈 显然 大姑姐不如她礼数周到 自然 我也不在乎那点东西 老婆 我能不能开你的车去 我跟公司联系了 不用去公司 要去客户那里 刚到幼儿园 成起民后脚追着我道 看着离开的出租车 我百思不得其解 自行车呢 自行车哪有汽车快 上午还要跟客户回公司 来回也不方便 她顾左右而言她 绝口不提借自行车一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搞不好是被拒绝了 但转念一想 一辆自行车 不至于 大姑姐家里有三辆 老公和大儿子一辆 她自己一辆 现在 她的工厂倒闭 又没上班 等同于闲置 成起民待她又好 按说不可能不借 我偏偏又比较轴 越不说 越要问个底朝天 否则 甭想开我的车 我 我姐说她要骑车溜达 不行太远 成起民有些结巴 表情有点不自然 出乎我的意料 又令我大跌眼镜 一辆自行车都不肯借 又不是借了不还 只是暂时借一天 作为弟弟 成起民连命都能舍出 却赶不上他的一辆自行车 金贵 我无语了 当下让成起民 把车开走 几天后 我拿出存款 为他买了一辆新车 挂在我的名下 再怎么说 我跟成起民是夫妻 他上班来回折腾 一身疲惫 我也心疼 老婆 还是你好 晚上 成起民亲密地拥着我 一遍遍地说亏待了我 因为自己工资不高 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为我买 我不期待他的衣服 反正我自己有钱 想穿什么样的都能买 只希望他不要对大姑姐于笑 哎 就是一辆自行车嘛 有什么的 肉眼可见 自行车一事 让成起民有点小失落 可在我面前 依然装作无所谓 人情之事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我以为大姑姐会愧疚 至少会过意不去 但人家并没感觉有什么 似乎还在想着美事 老婆 我姐明天体检 我想是周末就在她 新车买回没多久 成起民老毛病在犯 我的车送去保养 我要用 你如果非想陪着 就打车 我一口回绝 凡是有一次就有第二次 我不拒绝伸手帮忙 但不该帮的插手 就是自找不快 也纵容了对方 今天体检 明天逛街 后天送孩子上学 只要我松口 她会无止无休 她有些不愿 不停地向我表示 她改了 姐姐周末大打扫除 没去过了 家里做的饭不送了 公司发的福利 也没给过姐姐 言外之意 我变得越来越不尽人情 我笑了 是我不让她去的 自己想想 是不是自行车没借后 你才没去 她不再说话 我知道 她心里不服气 更不服气的 是拆迁一事 又过了两年 我爸老家的房子拆迁 得到一大笔赔偿款 还有三套房 也就是说 除了送我这一套 父母手中有五套房 均以装修做了出租 好巧不巧 恰逢大姑姐 自己的房子也拆迁 由于面积小 只赔了两套房 少许拆迁款 紧接着 她大儿子的婚期 提上日程 为了婚房装修一事 大姑姐几次 找我们诉苦 哭着说 养了两个吞金兽 房价一天比一天高 装修价格水涨船高 装修不起 那点拆迁款 还要做养老钱等等 话里话外 只等我一拍大腿 别急 我加油 我父母的房子都装修好了 拿去用 但我就是不说 我不欠他的 他有钱 自己不拿出来装修 怨谁 且他还站着婆婆的房子 一来二去 程启明看我没动静 开始对我游说 老婆 你又没有兄弟姐妹 那几套房还不是你的 不如 向你父母借一套 先给他们用 要不他们还得装修 你别急 不是姐姐的意思 是我 或者 借他一点钱 为了此事 程启明纠缠我许久 我明白 不管房还是钱 只要借出去 都会打水漂 这样 妈那套房子 他不是住着 送给他了 我眼不眨地回他 反正那套房子 要补回来 哦 这样不好吧 他本来就住着 什么叫送他 他反问 略带急脑 他住着 就是他的 我不再理会 说什么也不答应 程启明的思想工作无效 他也不再提 大姑姐也没再来 倒是忙活着装修 我想 一定是程启明又一次帮他借了钱 可能是怕我数落 此次再问什么他也不说 咬四口说不知道 他没帮 没借 自有拆迁先例后 人人都盼拆迁发家致富 可是对大姑姐家来说 我私下认为 与其有 还不如没有 大儿子结婚后 仗着家里有点钱 辞去了工作 带着妻子四处旅游 二儿子也辍了血 声称要创业 直到那些钱折腾见底 又卖掉了一套房挥霍完为止 一家人才见萧婷 该干嘛干嘛 程启明看在眼里 有心无力 终日叹气 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为姐姐锦衣缩食心疼时 大姑姐却反给了他一刀 二女儿的中考分数揭晓 差一分 没达到义中的录取线 义中是我们这里的老牌学校 师资力量雄厚 教学质量很好 直接上二中 二女儿不甘心 爸 一中校长是我姑的同学 前两天 我还看到她来学校 要不 你问问我姑 无奈中 二女儿提议 为了二女儿的事 我也问了一些人 得知大姑姐四处帮人牵线进校 赚外快 差五分之内的同学 她收价两千元 那是跟你姑关系也不错 上学时常常照顾你姑 程启明突然来了精神 一脸兴奋的对约我 什么就是姐姐一句话的事 完全不用担心的 爸 那你快去呀 在二女儿的催促下 程启明拎着两只烧鸡 去了姐姐家 二女儿从小学习好 锦衣芬实在遗憾 所以 程启明离开家后 我也盘算着 如果大姑姐能帮上忙 我愿意给她几千块当辛苦费 不过 她的胃口远远超过我的设想 饭万 她抢钱吧 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 托她要了名额 才收了一千八 这不明摆这额咱们吗 还是亲姑呢 我不去了 就上二中 妈 你敢拿钱 我跟你结 程启明回来了 面无表情 还一脸沮丧 我还没开口 二女儿飙了 二女儿想不通 自己的亲姑啊 她真的当我们都是笼子瞎子 没问过别人吗 条条大路通罗马 二女儿不信 没有张屠夫 还赤带毛猪 依然决然的去二中报道 二鸭 你得理解你姑 她也是没办法 程启明闷着脑袋叹道 不过 看她的样子 我感觉她对姐姐的做法 更没办法 意外的 歪打正着 此事过后 程启明不再哀声叹气 不再提姐姐生活如何困难 除了陪我逛街 为女儿们寄好吃的 剩余时间全力赚钱还债 眼看程启明变了 大姑姐有些急了 从一开始的登门道歉 到后来的隔三差五送点馒头 包子 每次都看着程启明脸色说话 可每一次 程启明都没什么表情 她并没有退窃 逐渐向我靠近 家长里短 儿子如何不听话 姐夫怎么气她的 没事就找我闲聊 瑞南 我生病了 现在医院 儿子都在上班 你看 能不能过来帮我一把 一天 大姑姐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与其着急 好的 姐 您别着急 我现在给他们俩打电话 谁知 那边大姑姐急了 别打 别打 影响他们赚钱 你们反正在家没事 过来就行 正值暑假 二女儿也在家 和程启明正在闲聊 考虑到他们在旁边 我故意打开了免提 大姑姐的话清楚地传到了她耳中 姐 你看真不巧 我约好了做头发 今天打七折呢 过了就没活动了 我直接拒绝 程启明抬眼看我一眼 抬手揉了揉鼻子 没说什么话 那 启明呢 大姑姐沉默许久 语气复杂 我直接把电话塞到程启明手中 她迟疑着接过 视线触到二女儿刀子似的眼神 犹豫着说道 姐 我 我有事 我扬起笑容的同时 未料 二女儿上前夺过电话 姑 你严重吗 要不要我过去 反正我没事 对二女儿的举动 我有些诧异 这丫头要搞什么 也好 二丫 你看 还是你对姑好 就是使中心医院明显的大姑姐一阵欣喜 姑 是这样 我过去可以 一天三万块 行吗 二女儿提高声调 三万块 咬音极重 不用了 二丫 姑自己可以 叙酒 对面没有了声音 紧接着说吧挂掉 二女儿拍手大乐 对程启明 又是一番洗脑 程启明默默地听了会儿 起身拿着烟走出门外 妈 你等着 我要把房子也要回来 对这种人 爸爸可以容忍 我绝不可能 自高中一世后 二女儿与大姑姐的两子结下 她拼尽全力 要让对方看 自己在二中学习拔尖 还考进了国内名校 一路走来 二女儿始终带着一股气 虽然大姑姐过分 可作为亲妈 我不想她插手这些事 再怎么说 人带着恨意 生活不会那么轻松 就在我想着找时间 与她谈谈时 那套房子出A市 一天晚上 大女儿带男朋友回来 全家难得吃个团圆饭 程启明却打来电话 慌慌张张地说 自己有事去姐姐家 要回来很晚 喜事在前 我也没多想 只好招呼大家先吃 说说笑笑 正热闹之时 门外传来急切清晰的喊声 程启明 还钱 我要上前开门 看到几个花壁男 手中拿着一张纸 直接在我手中 人也冲进房间 一家人的晚宴被打散 经全家询问 对方告诉我们 程启明把房子抵押了几年 合同到期 钱没还上 他们要收房子 原来 大姑姐装修时的钱 是她又把房子做了抵押 还是高利贷 利滚利 已经翻了数倍不止 且为了不打扰大姑姐 地址还留在了家里 对方一屁股坐下 声称不还债 就要房 摆明了不会空手离开 我气得浑身颤抖 翻出早前的财产公正合同 甩到崔债人面前 声称 要债找她 我们没责任 并指着他们手中的纸 给他们看上面的房产证 让他们看清是哪里的 可那些人不依不犯 我把大姑姐的地址 重写一遍给了他们 房子想收就收 谁的债谁长 妈 这是你绝不能伸手 重重关上门 二女儿立声提醒我 我当然不会管 婆婆那套房子 反正要不回来 收就收了吧 房子的是小 可是她怎么样了 我有些担心 正要打电话 大姑姐的电话到来 瑞南 你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欺负人 疑惑间 那边传来一阵嘈杂 男人的叫喊声 刻不容缓 一路上 我后悔不已 早知道 程启明在那里 我还偏偏告诉对方 这不得打起来 至于程启明 去大姑姐那里 可能也是为了此事 不过 我不明白 她明知道 大姑姐 不可能交出房子 去那里有什么目的 周瑞南 你干的好事 为什么把让他们来找我 又不是我们贷款的 你看 把我家砸成什么样了 熟料 刚进门 就看到一屋子狼藉 地上 杯子的碎片 水壶 倒下的椅子 混杂在洒出的茶水中 客厅里 站着那些花壁男 个个脸上凶神恶煞 姐夫蹲在墙角 脸上挂了彩 低着头 大姑姐皮头散发 跳着脚的 对我喷着口水 听到我被指名道姓骂 两个女儿不约而同 冲上去 我一把将他们扯回来 因为你弟弟程启明 为你抵押的房子 是这状 不找你找谁 我上前一步 从崔寨人手中夺回旨 指着一字一字地跟他说 大姑姐顿正愣在地 好一会儿 突然嘶吼着一把扯去 嘴里叫骂着 撕成碎片 而后 愤然指着那些人 你们 要债找他 他有的是钱 有的是房 我没有 几个花壁男 交换了一下眼神 又看了看地上的碎片 反而一屁股坐下 表示哪儿也不去 房子在哪儿就收哪儿 说着又将茶几上 仅剩的杯子拿起摔下 老天爷啊 没法活了 大姑姐健壮 坐地拍腿大哭 别好 我爸呢 他不是说过来了吗 二女儿大喝一声 上前指着 大姑姐的鼻子质吻 大姑姐半张着嘴 几秒后恶狠狠地说 来了 怎么地吧 他竟然还赶来 我这里躲债 给我招一身麻烦 直接轰走了 这是程启明的亲姐 我暗暗为他心寒 他一心护姐姐周全 到头却被姐姐推出门外 这样的姐姐 不要也罢 这样的姐姐 不要也罢 等我们找到程启明时 他正躲在小区门卫那里 听说事情的经过后 流着泪 跟我心里的话 一字不差 程启明终于醒了 他终于看清了 大姑姐的嘴脸 深夜被赶出家门 恐怕这一辈子 都难抚平伤痕 可人从梦中醒来 事情还要继续 为了一步到位 解决根本问题 我先是不闻不问 等花碧南一伙 把房子收回来 把大姑姐家赶出去后 我一纸诉状 把贷款公司告上法庭 对方是非正规贷款平台 我有胜算 如之前预料 过程很顺利 我们胜诉 结清了债款 拿回了房子 老婆 我把房子过户给二压 事后 程启明火速办理了手续 把老房子给了二压 以前 她的名下除了一套房 什么也没有 现在 她的名下 什么也没有 却有了全部 对此 她不止一次的感慨 自然 大姑姐不知道这事 等她知道后 已是老房子拆迁 我们又获得了三套房 和一笔拆迁款 不用说也知道 大姑姐得知的消息 当天就杀上了门 一进门 就摸起眼泪 唱起了苦情戏 拉着程启明的手 说两人小时候如何好 她护着弟弟被人打 弟弟打碎了人家玻璃 她为弟弟向父母求情等等 半小时的戏码演完 干咳着进入正题 启明 姐姐现在还租房 二儿子又要结婚 婚房也是问题 你看 我坐在一旁 不搭一句话 程启明抽回自己的手 点燃一支烟 抽了几口 掐灭 随后站起 大步冲进卧室 出来后 手里拿着八本房产证 啪的一声 甩在了茶几上 姐 你看 我们家共八套房子 还不算我们住这套 这是这三套 是大女儿的 这三套 是二女儿的 还有两套 说到这里 程启明停顿下来 手握着那套房 递在大姑姐面前 大姑姐满脸欣喜 身体浅倾 用袖子抹着眼角的泪 不 不用两套 一套也行 也行 程启明忽然爽朗地笑了 我也跟着笑起来 大姑姐被我们笑得不知所措 看到程启明把房产证又收回去时 笑容凝结在嘴唇 姐 这两套是行 都是近两百平米 我想着 你正好过来 也帮我和瑞南想想 这套是卖掉捐钱好 还是直接捐房子好 俩闺女都不要 我们也住不着 程启明来回摆弄着房本 摇着头 嘴里嘖嘖愁道 启明 什么意思 你不是给我的 捐了 给人也不给我 大姑姐骤然黑脸 尖声叫道 程启明笑了笑 差一道 姐 我为什么要给你 凭你一辆自行车都不借 凭之女上学时 你趁火打劫 还是凭 有人追债 我躲你家被赶出来 那还是为你借的钱 不是吗 一番话 说得大姑姐哭哭笑笑 姐是苍白无力 手无安放之处 一会儿无脸哭 一会儿抽自己巴掌 启明 我没你这样的弟弟 末了 站起上前 伸手欲甩 程启明巴掌 被他躲开 反手制服 程启兰 咱们姐弟 请进了 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把大姑姐推出门外 走廊上 响起大姑姐哭天创地的嚎叫 拥挤的